今天12月3号2023年 这是《能源经》第249讲次 今天我们在卷8482页第二行 今天讲的是 十回向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就称为三贤位 住就是住在佛家 行就是去做 去度众生 然后呢 回向 并不是说 我把我的功德 通通回向给你 不是这样子的 回向就是 能够反省自己 也没有做错 然后加以改进 而那一世三男子 满足神通 成佛事以 纯洁经贞 远诸流患 当度众生 灭除度相 回无为心 向涅槃路 明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向 回向 这一段讲的是 第一个回向 初回向 佛地址 佛地址满足神通 神通 就是精神通达的意思 就是事情看得非常的清楚 会处理事情 成佛事以 成佛事以 就是佛地址 都要去度众生 上求 下化 就是上是求 佛法 下是度众生 纯洁经贞 这个经就是专一 修行人的心还是散乱的 然后向着这个纯洁的心的路上走 远珠流患 这个患事是还有烦恼 要度众生 也让众生能够免除烦恼 在度众生的时候 不要想说 是我 我能够度众生 然后呢 还要想 这个众生被我度了 还想着 我是用什么法来度众生 都没有这种想法的 这是 无无为心 就是向着我们原来的 精神的心的路上走 像涅槃路 简单讲就是回家的路 就是回佛家 这个叫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向回向 坏其可坏 远离诸离 明不坏回向 这个是第二回向 这里看到能 还有所 度众生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我能度众生 还有认为众生被我度了 还去执着 我用什么法度众生 这个就是 不破坏度众生的心愿 这个是第二回向 本觉 灾难 崛起 佛觉 明等一切 佛 回向 这个是第三回向 这个是第三回向 修行人的心还是杂乱的 他还是向 纯洁的心 这个路上走 所以心并不极尽 佛觉 是圆满的 我们要向 佛的 圆满的觉 来看齐 怎么看齐呢 我们要时常想的 佛在成佛以前 在因地上 做过什么事情 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就是 等一切 佛回向 经真发明 地如佛地 明至一切处 回向 这个是 第四回向 向着我们本来的 新的纯洁路上走 地就是新地 佛在成佛的时候 在因地上 做过什么事情 怎么做 我们都要去做 这样子 才能跟佛心 能够有共鸣 能够 和合 所以呢 能够处理一些事情 但以任何的地方 都是 可以处理的 就是在 想念 佛在因地上面 所做的 种种 这个是 地式回向 世界如来 互相摄入 这个事情 都要想念 都要想着 佛在 因地上 是怎么做的 然后 照佛的路 这样子走 学习佛 是怎么处理事情的 这样子 才能够 跟 佛心 能够 相和 能够 处理事情 所以就 没有什么 障碍 然后 慢慢的 我们 才能够 再往前面走 然后 达到 无尽 功德杖 回向 要成佛 是我们的目标 成佛的目标 就是 还要 度众生 所以要 回想一下 要反省一下 自己 有没有 偏离 佛 假的 法 有没有 离开 佛法 这个是 第五回向 今天 讲到这里